今天又是重口味的一天啊 你们猜猜这个是什么菜 看着又不有人 漂亮 大家好我是麦总 今天我在成都双流啊 这地方好像叫彭家厂 路过一片这个老的民宅啊 我们去吃一个苍蝇馆子 干腰河潮听着就好下饭啊 奶奶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横正 横正 横正哪家干腰河潮好吃啊 干腰河潮李老四 李老四 很聪明是吧 来头来头 好好好 你从这边倒怪过去三十家住这就是的 好好好 好好好 好谢谢 这个奶奶给我们推荐李老四啊 李老四干腰河潮啊 全部写着彭 刚才前面那个奶奶说这地方叫彭正 我们看路牌这个地方叫彭家厂 前面挂一个早酒 不对不对 早烟 不 汉烟 活了个气 没有文化真可怕啊 这是汉烟叶子 前面还有草鞋 这个就相当有年代感了啊 前面右转就到 哎呀 还是一个古镇啊 看到了看到了 李四哥饭店 我这个身后还有一家啊 叫太难吃饭店 哎呀 这个名字啊 太笔致了啊 李四哥 就这家 几个人 几个人 两个人 啊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啊 来看一下 哎 这个疫情啊 对这些餐饮 你看这个古镇 古街上都没什么人 对这些餐饮啊 真的是重创 真的没什么人 但以往啊 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谢谢 奶奶今年高售啊 你看呢 我看啊 我不敢猜 我猜年龄猜不准的 九十 我们两个人 一个 一个干腰和炒 一个火爆肥肠 干腰和炒 火爆肥肠 对 还有 给我再弄一份豆花饭 这个是什么 酥肉汤 酥肉汤 酥肉汤啊 对对对 90岁老太太是你母亲吗 对 哎 我们大伙也来一个这个啊 好 不是 这个看着不错 这个看着不错 这个四川菜啊 看着就是好吃 干腰和炒 这是几份啊 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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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里油烧的滚热啊 油 下 蜘蛛 对 好 优优 不错 谢谢 看見 这个是直接生炒,把料配好直接下去,直接就出锅了。 这个看着没有那么重口味啊,漂亮。 这个是我们的肥肠,火爆肥肠。 这个菜颜色好看。 这把辣椒下去就,口味就上来了。 这个菜也相当好看,相当漂亮。 第一次看草肥肠炒的五颜六色的。 十一点半,开始上人了。 其实这条边只有奶奶家生意好。 我感觉这个老太太才是老板,正经为座。 其实你是老板是吧? 不是,我是妖女开的。 哦,妖女开的。 对。 你是大老板。 这个干了有多少年了? 我们亲家先就是开馆,咱们开几十年了。 咱们开,我永远就来,这是三十多年了。 三十五千就开去馆子的。 哦,几十年了。 从中煮得很。 煮得很。 嗯,从中煮干药和草的,最喜欢是干药和草。 主打干药和草。 嗯。 最喜欢是干药和草。 来看一下,来四川以后啊,天天都是重口味。 你说这个菜优不优人?你说这个菜长不长肉? 哎,肯定啊,在四川要胖个十斤。 干饭。 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干药和草啊。 他们这个菜啊,其实烧的没有,感觉没有那么重口味。 就没有那么辣啊。 哦,这个是真的嫩。 它直接是,宽油生炒。 也没有过油啊。 哎,是不辣。 来四川好几天了。 这个好像是最,辣度最低的一家。 竟然能吃出来我们, 香热,就是那种,香热菜的那种口味。 这个是,肥肠。 肥肠这么炒,几乎没见过吧。 嗯,这个有点辣。 它最后撒了不少辣椒粉。 就有点,像一个肥肠干锅。 好吃。 好吃。 我们又要了一个这个豆花饭。 豆花我现在会吃了啊。 来。 头两天,再打灯,那时候我不会吃。 这样。 蘸水是灵魂。 这个是什么? 非常。 非常。 哎,生意是真的好。 所以啊,刚才大意了啊。 生意好的店,就, 就什么都是影响不了的啊。 整条街都很萧条, 唯独他们家生意火爆。 怪,爽。 两个人够吃了啊。 那个酥肉汤,就先不要了啊。 刚才看那个酥肉汤还想来一份啊。 要等很久。 。 他们家的菜特点就是, 我刚才看到炒了很多菜, 都会放一点点这个, 这个绿叶子是什么菜。 去。 也说是点缀啊,也说是中和一样啊。 就放里头就没有那么有力了啊。 下饭是真的下饭啊。 好吃。 这个干腰和炒是三十五。 这个四十五。 这个十块。 就是, 九十岁老太太, 干他饭店啊。 他们, 那个女的, 是他女儿。 刚才我问了他们, 也问了他女婿啊。 都说老太太是大老板。 奶奶, 这个菜好吃。 好吃。 非常好吃。 下饭。 下饭。 不吃完,我倒进包包就。 倒进包包就。 吃完,吃完,肯定吃完。 吃完,你不打哦。 他说, 吃不完, 倒到我包包里头。 吃完,你不打。 吃完。 一点都不剩。 这真的好吃。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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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